我們來看看是說 美國的確是有些地方 是有求於中國大陸 譬如說剛才講的 這美債的部分也是如此 葉倫其實也很擔心美債的部分 但是你有求於別人 美國又在玩兩面手法嗎 我們先來看到倩姐 因為現在 布林肯預計在元宵節 可能要訪問中國大陸 然後Politico等等還說 就是要測試 喜拜會成果等等的 然後大陸這邊也表示歡迎 歡迎布林肯來 但是來看到 現在又開始 又在施壓中國大陸了 皮烏修布林肯 最近又說 針對北京當局 對於台灣意圖提出警告 另外再來看到 包括的是說 這邊 美媒這邊也講說 最近有包括了 九杯新聞報導說 麥卡錫 可能要比照裴洛西訪台 然後可能會在今年的春節 大概就是春季 大概是4月5月左右 然後現在這邊 國務院發言人說 不清楚他的訪台計畫 但是來看到 這個時間有沒有可能落在 4月台灣關係 台灣關係法 生效的這個時候呢 進行 好 這個時候 也是被說個可能時間點 我講一下台灣關係法 在1978年的一個寒冷的冬天晚上 美國突然間通知蔣經國總統 要跟我們斷交的時候 在1979年的1月1號就直接生效 那那個時候呢 因為還有很多對於台灣非常友善的美國人 他們也覺得這樣的做法 對台灣太不安全 所以就折衝了很多人去決定要用一個國內法的方式去界定未來雙邊所謂民間對民間的關係 我們當然最關心的還是對於台灣防衛性武器的這個支持 但是不要忘了他們當時在交換的時候 是建立在美國跟中國大陸的三個公報 包括建交公報之上 所以說呢 他們在台灣關係法裡面的一開頭的版本裡面都是要承認是只有一個中國 是一中原則是在那裡面就要承認的 然後他們希望兩岸能夠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 為什麼今天要講這個 因為美國好像忘記了台灣關係法原來是希望兩岸 不是美國來做一個仲裁者來幫我們解決問題 而是希望兩岸都能夠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兩岸的問題 認為這是兩岸的中國人自己要解決的問題 今天無論是布林肯來也好 或者是拜登去跟習近平先生見面也好 他都不能夠圍繞當時他們所做的這個承諾 因為若是當時沒有這個承諾的話 難道說台灣會是在一個像二次世界大戰之后 德國被列強托管的狀態嗎 還是像韓國在南邊是有美國的軍事的 應該是美國軍政府跟韓國的民政府一開頭是這兩個雙軌的體系嗎 或者是琉球還是日本 台灣都不是 所以說今天他們在討論兩岸要如何去解決未來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美國在出什麼招發什麼球 所以布林肯他事先已經說了那麼多他要去討論的問題 包括烏克蘭等等等等 但是他到了最後還是必須要認知到兩岸中間的問題是要由兩岸來解決 我覺得這是無可逃避的一個美國跟中國大陸的政治基礎 就好像兩岸原來也有一個政治基礎在民進黨政府中間被推翻 所以當我們的政治基礎被推翻的時候你再去說你對我這麼不客氣啊 你是一個大野狼這沒有什麼道理 因為原來是大家講好了我們的政治基礎是什麼 我們要來自行解決我們自己家人的問題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台灣真的非常危險啊 我覺得我們每天在討論台灣是如何民主自由的時候 要不要回頭來想想和平是多麼重要 為什麼沒有人把民主自由人權跟和平這個議題放在一起討論呢 這個和平議題難道不是我們的生活跟生命跟生計之所計嗎 我今天花了很多時間去把李喜明的書終於看完了 可是我覺得仔細看完當然他有很多的道理說 一開頭要B戰啊中間要如何打 但他中間有一個被我看懂的是 他整個的概念這個所謂的不對稱作戰裡面呢 他很大的一個部分是要用人民跟軍隊混搭起來作為防禦 包括在海外在外海的防禦要用軍艦跟民船混合編隊 到了台灣如果中國大陸登陸台灣以後 他也是要用人民的志願軍跟軍隊混合編隊 還有在空中也是這樣 所以他整個的概念是我們要全民都捲入一場這樣的戰爭 而不是你知道我父親是軍人 軍人原來是這樣的就是軍人要對軍人打 然後在全世界包括歐戰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在主要的城市 而是在城市之外 因為他需要保護平民的安全 軍民中間的這個鴻溝到目前為止 還是從日內瓦公約開始最重要的一條鴻溝 而李啟民先生的這一篇這本書裡面 我記得我有超級 第幾頁我大概找給大家 第246頁他重新去定義戰勝 就是要讓中國大陸無法登陸 即使登陸也沒有辦法有效控制 然後在384頁的時候在討論怎麼樣混合編隊 我覺得我們在討論的這些問題裡面 如果布林肯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在現在大家在很模糊的在討論的 所謂中國問題 如果說4月你們要討論台灣關係法 又有人說4月要經過 要通過台灣政策法去加強台灣關係法 去重新改寫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的話 那麼美國在這個中間的角色 就是他是一個直接參與者 他絕對不是一個第三方 美國如果是直接參與者的話讓怎麼樣 兩岸又要變成兵兵戰危了 尤其美國現在又開始炒作什麼 兩個美國空軍上將米爾汗說 中美兩國可能在2025年交戰 他還說希望他預言是錯的 但是美國現在被說不斷退出第一島鏈 譬如說琉球沖繩這個地方 1月26號美國關島這邊舉行了啟動儀式 這就是駐沖琉球這邊的海軍陸戰隊 大概4000人遺失的這個目的地 那他就從第一島鏈退到了第二島鏈 第三島慢慢往後退啦 華街日報還說 這就是要用部署軍事力量 來對抗中國大陸 好 那兩黨現在美國現在是比的 到底誰比較抗中啊 美國共同黨議員湯姆還說 怎麼樣呢 要終止一中政策的議案 還提出了要求美國應該跟台灣 來恢復外交的關係 好 另外眾議院的中國特別委員會主席 還說呢 要把目標放在 中國大陸軍事經濟跟科技的問題 而且呢 還要在台灣舉辦聽證會啊 我們那個都在 打嘴炮 嘴巴講一講而已啊 我跟你講 對國會議員的講話不需要討論啊 因為他還沒有到行政決策的層次啦 你說要討論王帝 你要討論到民國幾年啊 對不對 所以那個沒有意義啦 而且只有18個議員能幹嘛 美國眾議員也有435個 那只有18個人 所以我覺得對這種根本就不值得討論 OK 是麥卡錫要來 這個陳真的機率非常高啦 對 那至於那個對中小組 那個基本上也是麥卡錫決定的啦 因為那個威斯康申那個根本就是他的西漢 對啊他還很年輕 那基本上都是麥卡錫決定的啦 就是 他現在要不要升高 我覺得主要是取決於他跟白宮的矛盾 因為本來大家都認為 布林肯他2月5號要去北京嘛 那中美有機會走 至少走個小陽春吧 那你布林肯如果4月10號就要來台灣 你這小陽春還真短啊 而且我跟你講啊 如果還涉及你想要把那個佩洛西訪台的那8項的暫停 前三項軍事溝通的部分 希望能夠恢復 我跟你講搞不好就沒了 怎麼討論啊 因為要恢復這三項的軍事溝通的管道 那豈不是方便你來安排布林肯訪問台灣 因為每方一地 方便麥卡錫 麥卡錫啊 是啊 4月10號的麥卡錫 因為你想一想嘛 當初佩洛西來台灣 那個航線不是繞了一大圈 那雙方一定是在溝通嘛 所以你去想一想 那個不可能是國防部參謀總長在溝通嘛 一定是戰術的level 那這三個通通都被關閉了 那你現在要重啟同一個議題 就是你麥卡錫要來 結果你布林肯要來跟北京說 你這三個可不可以恢復啊 那邊有各種風險存在 那實在太容易了 可是你真的要這樣搞嘛 對不對 我覺得美國自己有沒有想清楚 那你到時候布林肯去 難道你要跟中方說 那個議長我管不到啊 他一定這樣講啊 不 我知道嘛 現在事實上白宮 白宮確實有這個聲音嘛 對啊 就說那個是在野黨的啦 對啊 而且還說你不要反應過度 如果佩洛西 這個你可以算我們的帳啊 可是這個麥卡錫 這根本沒有關係啦 那所以白宮還有一些人比較樂觀啊 覺得中國大陸會買帳啊 因為這個是在野黨嘛 就說佩洛西那個 我有這個 有這個說不合理之處 沒有啊他那時候也說行政跟立法 這個有兩個 我知道 三權分立啊 當初也是這樣講的啊 那個說法北京沒有買帳嘛 所以才有這個八項的暫停 對啊 那你現在就是要來談這八項嘛 不是嗎 所以你一定要回應 當初為什麼會關掉 那個原因你一定要回答 是啊 所以當初不買帳 現在也沒什麼道理買帳 對啊為什麼當初 對嘛 所以我說你如果布林肯 不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這都沒有辦法說服我們 在場的人 你就因為我想請諸葛亮說 公中府中聚為議題 不會是白宮還是國會山莊聚為議題 因為本來認為他大概會拖到八月嘛 是啊 哪知道他要利用台灣關係法 4月 4月10號 就是卡特簽制的日子嘛 那你把時間搞那麼近 對 那人家怎麼跟你交啊 對啊 你看美國現在有點這樣 兩黨在惡鬥 結果搞了半天 那這個美國自己也是一團亂 尤其是剛才亮哥講的沒錯 2月5號的時候來中國大陸 結果搞了半天把你這個 八項的東西如果都恢復正常 結果搞了半天你4月10號 幫助你麥卡錫能夠訪問台灣 那這個中國大陸怎麼可能會 這麼傻嘛對不對 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麥卡錫真的來台灣的話 就被說這真的是會讓 中國大陸跟台灣這邊 可能又要講兵兵戰威起來了 我覺得沒有什麼真的假的 真的來假的來 他就是會來 日期就可能 這他一定要趁著美國國會修會 他不修會他不會也不會來 那他現在講這個春季嘛 意思就是講這一次春季的修會 就是復活節 復活節是4月10號 你算算看嘛 台灣是4月10號 4月10號嘛 你就這前後這三天嘛 他一定挑那個時候來嘛 那時候正好國會修會 美國國會如果在議期裡面 他議長不可能出國的 他議員都不會出國 他的黨內的紀律 就不會讓他這些議員出國 連他回他的選區 都還要報備來 所以他們這個 美國的國會的傳統就是 一到了修會啊 不是回自己選區就是出國 然後去反正就是說 假公祭司跑一趟 因為說實話 美國對付中國大陸啊 也就是說 也沒有說窮盡所有手段 可是呢 到目前為止 各種手段效果都不大 貿易制裁 你看你看貿易制裁 制裁的結果 美中貿易去年還創新高了 對不對 還增加了差不多10%啊 而且連逆差都一起往上 美國的這個貿易這個赤字 還也繼續往上走 所以那制裁來半天有用嗎 那國內 國內 怨聲載道啊 他這個我想他USTR 每天得到的那些 他這些相關的進出口上 給他的抱怨啊 我想已經堆了很高了 他的壓力很大的 那另外科技戰 你最後你只能縮線到哪裡 科技戰你發覺最後還不就縮線到晶片 然後呢美國還要賣面子 去找日本跟荷蘭 而且還碰了釘子 也不是那麼順利 他也要付出很大的這些成本 所以 真的別的招都沒用 而且長期 而且他的邊際效益遞減 只有一個 台灣牌 那台灣牌的話說實話 真的是對美國來講 真的喔 那個比那個類固醇 還有那個強效的抗生術 有用多了 救誰呢 救美國 已經不是救美國 從老大變老二了 而是救美國 現在國內矛盾重重 美國這個體制 甚至有走上什麼樣 大麻煩的這個情況下 美國一定到外界去尋找一個敵人 在外界尋找一個敵人 解決他內部的矛盾 那現在看起來 俄烏戰爭事實上 成效是顯著的 尤其恢復他在這個歐洲的 這個美國的影響力 另外一方面 在從歐洲 撿了很多羊毛回來 讓美國 心腹大患之一的俄羅斯 那受到重大的這個挫折 那在亞洲 如法炮製 完全一樣的手法 炮製一個 亞洲的烏克蘭 那非台灣莫屬啊 那所以這些部分 我覺得 還不算真的是大菜啦 還算是小菜 不過我看這個 麥卡錫來台灣 我看大陸很多 評論員都已經說啦 那基本上我認為就是 上一次裴洛西來的 封島的演練 軍事演習的 一個2.0版 因為我看了這個 大陸的這個軍事評論員有說 他說會比上一次更加全面 更震撼的行動方式 他才具體擠出來幾個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無人機直接飛越台島 這是比上一次還要更強硬的 對台灣海峽的部分外島 進行封鎖 部分外島的話你可以算得出來嘛 澎湖嘛對不對 那這個金門馬祖的話 其實戰略意義已經不是那麼大 澎湖是有可能的 那你知道當年康熙攻台的時候 基本上主要一戰就打在澎湖啊 當時司朗跟當時的鄭成功的軍隊 就是在澎湖一戰就底定了 那麼康熙收復台灣的這個歷史的一個發展嘛 所以我是覺得基本上 對中國大陸來講 危機就是轉機 他就跟環球時報講的一樣 正好給中國大陸一次機會 那麼展現決心 另外一件 然後呢 做一些實際更大的軍事壓力 那會對台灣內部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我認為會進一步造成台灣內部的 怎麼講 台灣內部的民意轉向 因為上一次裴洛西到台灣來 事實上 美國其實付出的最大的代價就是說 台灣老百姓對於 民進黨執政黨的抗中保台的政策 已經失去信心了 他認為第一個不能保台 第二個抗中沒有實力 這兩個 所以賴清德已經把抗中 這兩個字收回去了 變和平保台 變合金保台 和平保台我們不說 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 他已經不抗中了 這個是很大的轉變 你如果說 譬如說這個麥卡錫萊 又增加這個好軍事的壓力程度的話 那我覺得台灣的民意會更傾向於 怎麼講呢 希望用和平的方式 然後呢會對台灣採取軍事或 進一對挑釁中國大陸 軍事挑釁中國大陸的行動 那個民意支持度會降得非常的低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 如果美國真正要來 可能也並不如美國人打的算盤 第一個兩岸不見得就會 因為你賣可惜來 就真正的兵戎相見 無人機飛躍 對不對 外島給你一個封鎖 也沒有真正的兵戎相見 可是問題對台灣內部的民心的走向 我認為那個影響力是極大的 而這個影響力可能是 對美國的對台政策是不利的影響力 美國用出這一招也許會 本來覺得說兩岸會更加的緊張 會不會呢 到最後呢是波錯算盤嗎 好美國呢圍堵中國大陸 尤其在晶片的領域的這一塊 尤其來看到是說 美國不只拉台灣要抵抗中國大陸 在晶片不賣給他 另外來看到日本跟荷蘭 現在還有傳出來說 難道他們也要加入呢 圍堵中國大陸嗎 來看到美東時間 27號晚間的時候 傳出來說美日和有媒體報導說什麼呢 在華盛頓達成的協議 同意要限制呢 對中國大陸出口部分 先進的晶片製造的設備啦 包括限制範圍像ASML啦 尼康啦 還有東京威力科創等等的 但是呢來看到 像是ASML這邊的執行長就特別說了 你這樣的話可能會怎麼樣 可能呢會使得中國大陸 積極尋求其他供應商 而且自行開發技術 意思就是 你不賣給中國大陸的話 中國大陸也會自己造出來啊 亮哥 我目前聽到了訊息 這個因為美國是進一步要他 連那個DUV都不能賣嘛 對 就是那個上一代的生子外線光刻機啦 目前這個最先進的EUV已經確定不賣了 就是比較低階一點點的光刻機 低階那 也叫他不能賣啦 荷蘭估計 中國大陸可能在三年左右就會做出來 就不賣他的話大陸也做得出來 大概三年左右 那目前他就跟美國講說 他在中國大陸的營業額只有佔他的15% 對 那你為什麼要死盯著我這樣 不讓我賣 那你美國在中國大陸的營業額高達25% 你為什麼不處理 裝飆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啦 因為 製程設備美國有三家嘛 那這個應用材料 KLOA跟LOAM 那還有另外兩家 一家是荷蘭就是阿斯麥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剛剛講那個東京電子 對 他現在改名字啦 不過他本名就叫東京電子 那東京電子已經表示他願意配合 不過這個跟中國大陸關係比較小 關係比較大的是阿斯麥 對 那 我 荷蘭事實上 他們心裡很清楚啦 就是 他如果不賣 他大概一年就少掉 20到22億歐的收入嘛 那誰要給我 這個DUV這個訂單誰要給我 對啊 你沒有地方可以賣啦 因為沒有那麼大的量 這樣的一個市場 印度那不可能嘛 這個不是隨時可以創造出來的市場 那 更何況人家在隔幾年人家就做出來了 所以這個根本就不是先進的製程 這個市場用途 也不是做那14奈米以下的 所以這個完全就是美國已經自己違反自己的標準 OK 因為美國自己當初已經講了嘛 演算晶片14奈米以下不可以賣對不對 那如果是Flash啦 記憶體就是18奈米以下 然後還有應該是幾層的嘛對不對 對 做技術規範是很清楚 128成 128成嘛對不對 所以那個技術規範是很清楚的 那製程設備 所以你應該要配合這個才對啊 那你為什麼現在又突然給他加個條件說 你DUV也不能賣 對 DUV中國大陸用的是28奈米在用的啊 還有更高的啊 所以這個等於是亂加條件嘛 荷蘭到目前為止包括總理 總理他去了白宮 那結果他都在談俄務戰爭 對啊 那貿易部長他也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那阿斯麥爾作為公司 他直接就 根本就回對美國了啦 就是說你這個根本就行不通嘛 是這樣 對 所以呢美國拉著呢 荷蘭希望能夠圍堵中國大陸 我跟你講這個新聞從蓬勃開始獨家 對 一路已經變過很多次說法了 所以台灣的媒體就跟著彭博那邊轉來轉去 對啊 彭博至少寫這個阿斯麥爾這個新聞 大概寫了20次 那自己都互相矛盾 我覺得看 那個政府官員最準 對 就是你看總理怎麼說嘛 那個經貿部長怎麼說嘛 阿斯麥爾的公司的高層怎麼說嘛 目前沒有一個同意的 對 因為台灣這邊都會被帶風向說 日本跟荷蘭都同意要 對中國大陸不賣了等等 但是我們來看看阿斯麥爾他的這個執行長 溫彼得他說 阿斯麥爾今年對中國大陸出口可能跟去年 維持相同水準 這不就是說去年 2022年跟2023年會賣的差不多 2023年跟2022年賣的差不多 意思就是沒有要配合美國啊 好 所以呢來看到阿斯麥爾在去年的時候對中國大陸 出售生子光的機的這個金額 大概是21.6億的歐元 佔了他的營收14% 好那今年看起來也是會如此的 好來看到呢 好啦你圍堵中國大陸 但是美國的很多高科技面臨寒冬啊 倩姐你怎麼看 像英特爾2022年的全聯營收631億的美元 同比下降20% IBM也宣布要裁員3900人 SAP德國廠商呢要砍3000人 好那個谷歌的母公司也說呢 現在要裁多少裁1.2萬人等等 Microsoft的也說三月底前要裁員1萬人啊 我先補一下你剛剛有一行略過 就是那個RISC-V 開源免費芯片指令集成架構這個事情 其實這事情也非常大 因為你知道很多中國大陸的公司 跟高校都是加入這個RISC-V 也就是說過去我們習慣就是 Intel一個架構 ARM一個架構 只有這兩個架構的這個世界呢 很快就有一個挑戰者 就是RISC-V會進來 而且谷歌也開始說 它可能會去做RISC-V的相容 所以高通啊他們都是在這裡面 高通啊他們都是很重要的推手 所以這世界呢對於Intel來說 其實是一個充滿壞消息的世界 第一個是你原來的獨佔性 本來是全世界90% 現在已經降到70%左右 而且呢現在還有一個RISC-V要進來 去搶你的大餅 另外呢我就把它的財報 就是列給大家看 在第四季的時候 剛才已經講了它營收大減 它全年的營收大減 減到什麼程度啊 營收減20% 毛利減13% 營業利益減22% 淨收入呢減60% 而且你要看這個 一季一季一季到的第四季 是最厲害的 營收減32% 淨收入減114% 一倍就是double它的 那個淨收入已經少了一半 那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Intel的故事 而且這個Intel故事裡面呢 我就仔細去看它後面的解釋嘛 它還有兩點非常重要 第一個呢是這個Foundry Business 就是那個晶片製造這個Business 目前對於它來講還是很小 大概是它的總收入的 大概是2% 3%左右 是一個很小的一個生意 但它中間有一個很多 很多很小行的字 說呢今年的這個第四季 在那個一個一個的仔細去看 在2022年全年來看的話呢 它在芯片這個部分呢 總共的收入呢是8.9億 可是賠3.2億 那同時它到最近的一個 唯一的好消息是說 到了最近呢Intel 20A跟Intel 18A 是它叫做首批內部測試晶片 已經tap out 就是完全設計完成 去由別人製造了 所以到現在為止 它的首批內部測試晶片 才剛剛tap out 它的我覺得它的代表的意思是 它將來要大量的投入 更多更多的研發的錢 和更多更多的去製造工廠的錢 那這些部分呢 現在已經很難承受了 因為它明年第一季 就是2023年第一季 它的展望裡面它已經說 第一季它要把它所有的折舊貪提 從5年延長到8年 不然它會賠很多錢 它延長到8年以後呢 它可以賠比較少的錢 這還沒有算入它的新投入 也就是說當美國的這個Intel 它應該是美國 在這整個產業裡面的龍頭老大 如果誰對卡中國的脖子 可以獲利的話就是Intel 可是Intel現在已經自己知道 它要投入巨大的成本 它要投入巨大的研發 你怎麼看 因為最近呢 美國常常說沒有要叫別人水邊這樣 然後呢 但是呢 破壞國際體制的被說都是它 譬如說來看到 現在呢 美國呢這個鋼鐵關稅裁決 現在被判決是不行的嘛 結果美中官員現在是互嗆喔 來看到罪情 因為呢美國因為WTO連續敗訴了 涉及到中國大陸的鋼鐵的關稅啦 還有香港產品標籤的問題等等 它都是敗訴的 結果美國表示不服 還要提起上訴 最近來看到 中國大陸駐世貿的代表呢 李承鋼是說 美國你是單邊主義霸凌行徑 然後呢 多邊貿易體制的破壞者 而且是全球產業供應鏈的擾亂者 美國駐WTO的副代表就是說 WTO是中國大陸非市場政策 和行為的盾牌 所以中美在這件事情上又互槓 其實我以前在WTO 工作過一段時間 我聽說現在全世界最挫折感的一群人 就是WTO在那邊工作的那一群 國際公務員跟各國派駐在 這個WTO的代表團的資源 因為他們非常清楚 美國現在基本上 在一錘一錘的 把他們自己建構起來的 所謂的多邊貿易體制 這個法律體制 這一錘一錘把它敲毀 美國現在所有的作為 基本上從根本上違反 他當初在全世界宣揚 最後建立的這一整套的 多邊貿易體制 那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本來WTO的秘書長是很崇高一之位 原來的一位巴西級的秘書長 提前辭職不幹了 三年前就辭職不幹了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非洲級的女士在做 可是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這些國際公務員都是精熟 國際貿易法 不管各個章節都非常清楚 他們非常清楚 美國現在這個單邊主義 基本上就是公然践踏 他自己過去主張鼓吹 最後形成國際法律體制的國際貿易法 所以現在說實話 你看美國這個副代表 怎麼對中國大陸日內瓦 常駐貿易組織的代表 怎麼回答呢 他說WTO已經變成中國非市場政策的 核行為的盾牌 他批評不是中國大陸 他批評是WTO 他把WTO跟中國大陸放在一邊 所以不只是中國大陸是美國貿易敵人 WTO也是美國貿易的敵人 所以其實從國際政治理論來講 霸權基本上是國際組織最大的天敵 當國際組織 它相關的整套的國際規則 最後被霸權認為是違反霸權的利益的時候 霸權會毫不猶豫地摧毀這個國際組織 跟既存的國際 它相以依附的相關的國際規則 美國現在就在應驗這個理論 因為他發覺 這個他自己設計出來的這個國際法律規範 現在對美國不利 美國要的是什麼 美國要的是可以隨時禁止跟你貿易 隨時不透過任何WTO 法規所制定的這種法定程序 進行對另外一個國家進行貿易制裁 這個關稅基本上是不可以隨便升的 美國什麼懲罰性關稅 懲罰性關稅這個是完全不合法的 另外你可以禁止貿易 你可以限制你自己國內的供應商 對某一個國家出貨 這也是嚴重違反WTO的基本原則 所以美國基本上全部把那個WTO怎麼樣 一錘一錘地拆毀 所以你看這一次我覺得這個 他這個美國的這個貿易副代表 這位女士 這個Pagan他講的真的是很傳神 他說WTO已經變成中國的幫兇了 你開玩笑 WTO是國際組織 你怎麼會把他跟一個會員國放在一起 來批評呢 所以基本上他已經把這個體制 視為他的敵人了 所以呢事實上WTO是其中之一 將來還有很多國際組織 這一些規則 美國都一個一個把它的拆毀 所以美國事實上是反全球化 全球化基本上很重要就是國際規則 它事實上是反全球化 那問題這個符不符合世界各國的 這些利益呢不符合 所以其實美國現在這個做法 摧毀他自己建構的國際秩序 正好給中國一個機會 來捍衛寄存的 雖然是美國主導 可是也經過各國參與 共同地定的這個整個世界的國際法治 相關各種面向的國際法規 中國大陸如果說在這個過程中 展現了對既有的國際規則的一種 維護跟甚至強化的角色 將來國際社會的主導國家就是中國 就不是美國 對啊 美國這個剛剛說要上訴WTO 但是呢上訴這個機制呢 就是被美國川普時期給毀了嘛 因為他就沒有提名 然後相關這個仲裁的法官等等的 所以呢美國是常常搬石砸腳嘛 那倩姐因為我知道你很喜歡這個華為啊 最近來看到畢爾蓋斯曾經說過 打壓華為呢會讓中國大陸一些企業 出現更多接班人 今年的春晚被說華為是大贏家 好多明星都拿出華為的手機 2022年呢專利的300強的排行榜當中 華為是第七名 京東方是第八名 如果我們仔細去看華為的話 他應該就是一個排頭兵 但是除了華為以外 中國大陸還有很多很多的公司 都非常值得我們去研究 就好像我剛才給大家看那個Intel啊 你要看到他 他打算要去搶TSMC 就是台積電的這個Foundary Business 去做製造的時候他要在他的整個財務報表上 要做多麼大的調整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如果看的話 中國大陸的排頭兵 另外我們常常會看到的 前段子講了華為的問界嘛 現在越來越紅火 同時比亞迪也很厲害 那麼厲害到特斯拉在降價 特斯拉當然是說他是因為市場的因素 他要用降價的緣故呢 去搶佔這個市場 這是一個叫做我們叫做Loss Leader Strategy 就是說你現在用低價去把這市場吃完了 就沒有別人可以進來 所以也許有道理 但是我想把這個兩個的價錢 這個股價給大家看一下 這兩個是市場怎麼看這兩個公司 上面的是特斯拉 你可以看到他從今年的高點呢 到現在他大概跌了65%到70% 而這個過程中間 這整年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美國有那個7500塊在美製造的補貼 特斯拉有降價 然後另外呢他降價到那個 最多可以降到20% 他不是光是在美國 他在各個地方都降價 所以他要用低價去搶市場 然後市場給他的回報呢 就是他目前的股價 比去年的高點啦 已經跌了65%到70% 相對的如果你去看比亞迪的話 他從2019年的年中開始 就一路的往上攀升 一直非常穩定的攀升 因為即使是中國取消了補貼 有華為的問界 還有很多其他的公司 都沒有辦法影響他 而且他現在據說還要去德國 收購另外一個公司 去收購德國的福特 那過程中間比亞迪 當然他就是上中下游 非常好的整合 他從上面的原料的鋰礦 一直到他的電池 到他的整個的設計呢 都讓你覺得為之一亮 但是只有他們兩個嗎 不只啊 還有吉利汽車 最早跟德國合作的 我最近看到一個吉利的宣傳片 居然是在一個日本導演 去訪問他的時候 他們說他最後就隨便問了一口說 那你們有沒有在做那個 會飛的汽車 那他訪問的這個工程師 應該叫做李曙光 可能叫李曙光 他就說有啊 我們有一個小組 他當然是一個 等於是說是一個subsidiary 是他的另外一個子公司 他們正在研究會飛的汽車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像華為 他在這些相關的 相關的智慧財產權的專利中間呢 他很快就會到40%以上 比亞迪是如此 吉利將來也會是如此 很多的公司 他們最後的競爭實力 都是建立在他們的科研 跟他們的智慧財產權 跟他們的創新之上 我們完全已經進入了一個 中國創新的年代 對啊中國創新年代 剛剛倩姐特別說 你打了這個華為 但是有非常多華為第二出來了 尤其最近有一個數字也告訴大家 最近全世界的手機的排行 三星第一名沒錯 蘋果第二名 第三名是小米 那再來第四名是OPPO 第五名是Vivo 345通通都是中國大陸的品牌 所以你打了華為 那還有好多個華為呢 謝謝大家收看囉 好 好 感谢观看